不會 出現了熊哥大順 趕在首航前夕 本土廉價航空 先用泰拳來個下馬威 就是不讓虎哥 專美於錢 願延宕將近三個月 威航確定17號就要首航 飛曼谷還推出520元的超低優惠 沒想到對手虎航更殺 同樣選在17號首航飛澳門 而且單程價只要88元 我們姑且不要看這個價格站在打 我覺得是一個營運模式 是不是能夠得到國人的接受 成績將近三個月 復興航空董事長林明生 這一度露面為自家連航站台 不僅提前一個多小時 抵達現場對流程 對於公司營運更是侃侃而談 我們也希望對日本跟韓國 現在這邊應該都有機會 好吧 威航的宗旨很簡單 它只要是4個小時以內的航程 原則上威航都盡量回去爭取 希望到明年的時候 明年底以前會到5架飛機左右 只是一被問到 近來油價大跌 富航是否考慮降價回饋 林明生突然拋出這細話 只要有免費我們一定降 看出林明生漸漸甩掉空難陰影 正面迎震任何挑戰 三立新聞採訪吳昆妍 台北